再来看台湾本土作家 也是国家文艺奖得主郑清文 今年欢度八十大寿 郑清文写作五十多年从未间断 最近还发表了最新的短篇小说集 正在花园里 郑清文伸出手 轻轻抚摸正在手睡中的黑猫 回忆起过往 想起小时候 郑清文的亲人被病痛折磨 为了治病 邻居甚至介绍以杀猫做药营的偏方 但仍旧救不回亲人的生命 这段往事被写进了他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里 青椒苗这本书是郑清文的最新作品 也是他送给自己八十岁生日礼物 小说以简洁笔法贯穿全册 不管是旧社会乡村人物 或者是现在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事件 郑清文透过文字 描述出世代人物的生存情境 郑清文2003年 荣获世界华文文学终身成就奖 2005年在获得第九届国家文艺奖 其他作品也被拍成电视剧或舞台剧 写作超过半世纪的他 目前正在着手写一篇十万多字的小说 是以二次世界大战后 白色恐怖时代出奇的路库事件为主轴 他要所有的书迷们拭目以待 记者沈小青 陈信龙台北报道 好 好 好